家父庄奴一生与郑立军合作了无数经典 曾经有人问他 小城故事的小城在哪呢 其实小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家 大家好,我是黄浩然 我出生在台北,97年来到上海常住 可以说台北是我的故乡 上海现在是我的家乡 小时候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讲述最多的就是大陆的故事 所以当90年我和他一起回大陆探亲的时候 一点也不陌生 那个亲切感啊 好像从小父母跟我讲的那个人情味 生活习惯全部就成真了 这三张是我陪爸爸第一次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吧 我们还特别跑到了圆明园 建筑都毁坏了 但是爸爸说非得要去那边看一看 就是要记住这个国仇家恨吧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血脉的传承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身上一直都在 家父当初他在上海的时候 接引了所谓的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前身时代曲 所以我认为上海衔接了这个中华音律文脉的这个传承 是非常特别的 97年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时候 我就住在古北了 所以到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缘分 他的那个视野跟宽热度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在古北这边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 可以有这些国际社区的这些视野 还有这些文化的熏陶 练毛笔字啊 打太极啊 甚至我太太学这个长笛 还有国画 因为这些所谓的文化的一些环境 还有这些生活上的一些亲切感 所以可能更离不开这里 我们大家知道格莱美音乐奖 它是非常有趣的 你要把东西方交融 还有新旧衔接 我现在在筹备一些 华语流行音乐短视频的内容 恰巧全媒体 融媒体的一个时代来临了 我希望透过每一首歌 创作的内涵正能量 透过网机网路 传播到全世界的一些可能性 有朋友问我说 来到上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想我最大的收获 应该收获我的爱情 家庭 还有事业 还有未来 我也鼓励 我们年轻人 台湾的好朋友 能够来这边 收获你的爱情 你的事业 你美好的未来 我想我起你来 这边看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